這個朋友就是抽到一手 這個621海萊鷹 他就說應該追渣還是沽 現在就要向下跌3% 其實海萊鷹這個股份 我覺得都很感慨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海萊鷹這個股份 是我自己學校教A股課程的時候 我大概在A股的時候 大概是300多元的時候 我已經教海萊鷹這個股票了 當然你說這個 你那個時候搞300多元 現在香港已經有300多元 就是你沒有贏過 我想齊升當然不是 因為你要記住海萊鷹那個價格 其實是跟A股不同的 所以你看回那個圖表 如果我在爆A股的時候 300多元 其實他升到最高的價位 是去到500多元的 那時候其實我真的有叫學生 是說你升到那些位 我覺得是很不合理的 應該下車吧 就是軟轉地提 可能你下車考慮一下 那個關鍵的原因是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就說海萊鷹 它是CRO類的股份 OK 那我們去對那些同行的CRO 或CDMO類的股份 那有哪些呢 你五十隻手指都數得了 這個 譬如說藥名生物 藥名康德 康農化成 太隔醫藥 超顯新藥 這個 再加上半隻 或者三分一隻的金資序 我也數不到另外一些 你太小的那些不要數 就是你行業代表只有這麼多 你都賠不到另外多個數目出來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唯獨海萊鷹 就是說是特地強 還是其他那些都倒了 是介乎四成到兩成呢 OK 這個是不合理的 因為海萊鷹其實不屬於 在行內裡面是最大的代表 那我初時都不太明白 它為什麼是浪步這麼高的 那後來呢 就是後來比較後段看到新聞說 哦 原來它要來我們香港上市 那我就有一點點陰謀論的想法 哦 那我就從陰謀論 就知道為什麼這個浪步這麼高 就是因為 就是我打架是肯定升高一些 然後你香港定下一步 就可以定得比較進水一些 這個我自己私事意見 這個未必是一個真相 就是我自己這樣想 OK 那所以我也覺得就是 在上市那一刻 你會見到是比較巧合 你說巧合又可謂陰謀論 你會見到是正式宣佈上市那一刻 就是說A股海萊鷹 它已經是最高位來的 然後呢 隨著我們香港H股的招股過程進行的時候 那時候呢 它就日日日日金光色的在那 在那下跌少少跌少少跌下去 包括了我們香港今天正式 現在由A股化身了 叫做621的海萊鷹 那然後它都是繼續下跌的 OK 那所以我會覺得 會不會比較真的陰謀地想 就是說 哦 那個mission完成了 來我們香港便完成了 那股價的momentum 就倒過來沒有以前那麼強勁呢 那然後最後呢 就是撇除就算你不爭賺 我這個陰謀類的一個光 都軟轉提大家 其實其他的CRO 或CDMO類的股份 它的實力 未見得差得比海萊鷹的 你覺得它是不是現在虧3% 就應該沽貨呢 其實也都坦白說 本身來說 這些我們叫做二分股 內地人就氣稱叫做二分股 那我們香港人就叫做第二次上市的股份 其實你橫顧這麼多年的歷史裡面 二分股其實只有在大牛市的時候 它來了香港 然後都進一步向上夾 那你就覺得是抽二分股有好處 就是很久以前 譬如說那些經典的例子 無論京東 或者是最恐怖的 再做醫藥那些 其實你作為二分股 你夠膽抽的話 你都贏很多 那時候其實不是那個二分股的制度 對你有利 其實那時候是大牛市的背景 那現在來說很明顯不是大牛市 不是大牛市 你現在不叫他做大牛市 你都比較日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真的不是很快要抽二分股 那所以我見論就覺得 其實當馬國教訓 或者馬國教訓的經驗 其實就是虧損30%這些經驗很少 認識了正確知識會好些